我们的主角菲利是一只热爱发明的小蚂蚁,却老是因为出错被其他蚂蚁排挤,只有公主的妹妹小不点喜欢她。 她所在的蚂蚁国正在被一群蝗虫欺压,每年都要进贡粮食给蝗虫,所以公主和女王都在争分夺秒地指挥蚂蚁们收割。 在蝗虫到来的时候,菲利却误打误撞地将要送给蝗虫的贡品打翻在了水池里。 蝗虫发现没有粮食,一个生气闯进了他们的窝,献他们在下一个季度准备加倍的食物,不然就把他们杀光光。 闯了大祸的菲利被蚂蚁们审判,此时他想到了一个办法来补救,可以到外面去请求利害的昆虫来帮助。 而王室也将计就计,利用这个机会让菲利离开王国。 少了这个麻烦惊,他们可太开心了,就这样菲利背着行囊离开了王国。 很快菲利来到了大城市,并在那里遇见了几只马戏团的昆虫。 这伙虫因为表演太烂,刚被马戏团团长开除,在酒吧又和苍蝇打了起来,但他们打不过苍蝇,于是准备逃跑。 结果误打误撞,弄晕了苍蝇。 而这恰好看到这一幕的菲利,以为他们是厉害的高手呀,于是请他们去蚂蚁王国帮忙。 这伙虫一听,诶,又有新工作了,还以为是去表演呢,于是跟着他去到了蚂蚁王国。 蚂蚁王国的人一看菲利请来了帮手,于是开心地开启了派对来庆祝。 可是很快呢,这伙虫在小蚂蚁的表演中发现,原来请他们来是要打蝗虫,这伙虫一下子就怂了,于是他们假装要开军事会议,离开了派对。 然后跟菲利说出了实情,并拍拍屁股,准备走人。 而菲利拼命地挽留他们,就这样纠缠了一段路之后,他们来到了一个鸟窝附近,一行虫吓得赶紧逃跑,就在这时,鸟却飞向了另一边。 原来小布点因为好奇乘坐蒲公英跟踪他们,结果被大鸟当成了猎物,幸好瓢虫救了小布点,但是他们也掉进了裂缝被大鸟攻击。 为了救出瓢虫和小布点,菲利等人又用毛毛虫做诱饵引起大鸟的注意,然后利用蜘蛛的网将瓢虫和小布点救走。 这一幕被蚂蚁们看见,于是将他们当成了大英雄。 这伙虫从来没听到过这么多的欢呼声,于是很爽快地当起了英雄,并决定真心地帮助蚂蚁们。 而蚂蚁公主也终于对菲利另眼相看,并让菲利当起了皇家武士的助手。 这时,菲利想到一个对付蝗虫的好厨艺,它们可以制作一只假鸟来吓唬蝗虫,这样既不用和蝗虫打架,又能够保住蚂蚁的粮食。 团员们立马同意了这个主意,公主也向族人们宣布启用这个方法,于是蚂蚁们停止了收集粮食,开始马不停蹄地制作起假鸟。 一段时间之后,假鸟就完成了蚂蚁们开心地庆祝起来,但此时马戏团的团长突然出现,说要找自己的团员回去表演。 此时团员们的身份被蚂蚁们发现,蚂蚁们生气地将团员和菲利赶走,但就在他们离开不久后,蝗虫大军就来到了蚂蚁国。 看到蚂蚁们准备的可怜食物,愤怒的蝗虫准备杀掉女王,投听到蝗虫计划的小布点来找菲利帮忙。 为了拯救蚂蚁王国,他们绑架了团长,并开着马戏团的车假装去做表演。 就在蝗虫被他们的表演吸引住时,菲利带着小布点悄悄地爬进了假鸟里,驾驶假鸟冲向了蝗虫。 蚂蚁们也十分配合地哇哇乱叫。 眼看蝗虫即将中计,菲利却不小心撞倒了马戏团的车,将被绑架的团长放了出来。 团长不知道实情,因为自己的团员被鸟杀了,于是用火柴点燃了假鸟。 知道自己上当的蝗虫自然十分生气,狠狠地揍了菲利一顿要给他教训。 可是菲利一点也不害怕,他勇敢地站起来反抗蝗虫,并呼吁蚂蚁们一起对付蝗虫。 上千只蚂蚁就不幸斗不过几十只蝗虫。 蚂蚁们也反应过来,于是合力地冲向了蝗虫。 就在他们准备将蝗虫赶走时,大雨却倾盆而下,那一效果就像下冰雹一样,蚂蚁们立即四散逃走,而蝗虫逮住机会,抓走了落单的菲利。 就在蝗虫准备掐死菲利的时候,大鸟从他身后冒了出来,最后蝗虫成为了小鸟们的食物,而菲利成为了拯救王国的英雄。 电影就在这样一片欢呼声中落幕,《虫虫危机》是21年前上映的迪士尼动画, 可能比大多数小伙伴的年纪还大,曾经获过最佳动画、最佳导演等六项提名。 有趣的是,导演为了营造真实度,还在片尾增加了演员N7的片段。 而电影也在告诉我们,千万不要忽视一个小人物的力量,当千千万万个小人物合起来,就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业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,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,咱们下期见。